哪一個市長要把自己的房子帶了去選舉 你就知道他都沒有貪污啊 柯P的確都沒有貪啊 他有一個呆呆的 就是缺乏這種會講真話的人 多再多來幾個 我覺得 全台灣再多來幾個這種政治人物 台灣就會變好了 我看這次柯P穩重的啦 台灣人齁已經聽煩了這兩黨的幹話 大家都很煩了啦 柯P他太強了 所以他真的有事震出來 你看把一個負債的台北市 他光是第一點大家都要選他了嘛 民進黨現在亂花錢嘛 大家有看到 國民黨以前亂花錢嘛 郝龍斌嘛 他今天台北市政府的時候負債幾百億 你看柯P上來現在沒有負債 你光這樣你就要投他了啊 就是他不會亂花錢 而且人家每天自己坐公車 你叫我這樣我也做不到耶 柯P簡直是自己搭公車這樣 也不像以前那些市長要排場要車接送 要什麼警察護到 他都沒有 他都一個呆呆的這樣 自己每天坐公車這樣 然後做事做事 該省錢省錢 罵人罵人 我覺得還會OK啊 然後這次你看 哪一個市長要把自己房子帶了去選舉 你就知道他都沒有貪污啊 柯P的確都沒有貪啊 然後一個呆呆的 新聞問他什麼 就問館長很像嘛 新聞記者問什麼他都講什麼啊 然後你都會認為他失言 我在旁邊認為他是一個真性情 cido孝 揭穿台灣人的人產人力 紅星 英雄 father 東亞 你看 ご視聴